HELLO,大家好,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,学习教程中,来,这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讲到怎么用TensorBoard去可视化整个神经网络的建造过程,然后还有呢,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可视化整个的一个训练过程,那训练过程讲的是什么呢,讲的就是我们这边,我们其实看到只有它的Graph, 功能,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Histogram,就是它的一个训练的整个过程,那我从零部开始,然后训练慢慢慢慢慢慢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,这就是它的一个Layer1的一个Weight的变化,然后Layer1的Activate Products的变化呀,还有Bias的一个变化呀,然后呢,在这边呢,还有的Event Event,Event是讲的呢,你可以把你的整个的训练的一个这个误差值呢,把它显示出来,或者是你可以显示更多你想要显示的东西,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下这个练习吧,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代码呢,我会上传到网上,大家可以在视频描述当中找到我这个代码的链接, 我们还是会基于上一次,就是上一次所留下来的这一个代码进行继续的讲解,我把这边的这个MakeUpSomeRealData把它加上去了,上一次代码没有提到这个东西,首先我们需要 inputNumpP,因为这边MakeUpSomeData的时候呢,我们用到NumpP,然后我们知道,这边的Histograms,我们可以用它这个名字,加到我们的这个Weight当中去,就比如说, TF.Histogramsummary,这是我们整个的Summary,我们要总结什么呢,我们要总结这一个,它的名字,名字呢,我们就是写LayerName, 然后这个Weight呢,就是我们的这个Weight,LayerName,加上它呢,实际上就是LayerName,这个是LayerName,然后加上它,这个Weight,就是它的名字, 嗯,我们需要,我估计我们需要那个,给定一个LayerName, LayerName,等于,我传进了一个,传进了一个,传进了一个纸好了,NLayer, 然后我更改了一下这个功能,所以我的下面要加一下,这边的NLayer, 这个,这是我的第一层神经,所以我呢,就把它给成1,然后这是我的第二层神经层,那我就把它给成2,OK啦, 这是它的名字怎么命名,然后我们对,对于每一个我们想要观看它的变化的变量呢, 那我们就在它们下面加一个这个就好了,HistogramSummary,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名字叫, 然后,这个我不想看它的变化,但是我想看这个output的变化,所以我要在output上面,下面加一个同样也是加一个这个,然后这边是output, 它的内容呢,也就是output, 好,我整个神经层里面的这个编辑的内容呢,我都有编辑完了,然后我要看到,啊,我的loss, 这边这个loss呢,它有点不一样,它不是用Histogram来观看,它用的是呢,叫,呃, tf.scaleSummary,它是一个存量的变化,所以呢,我们就,它会显示的地方呢,不会在Histogram,它会在Event这里面显示,所以要区分开来,这个是loss,观看loss呢,是很重要的一步, 如果你有一定的这种机器学习的基础的话,那你会知道,如果这个loss在不断的减小的话,那就说明我真正还是,这个神经网络是有学到东西的,如果这个loss呢,它变化是像这样子恒定下来的话,那就是我可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,所以你要想办法让,让你的这个神经网络学到东西, 嗯,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要订呢,还有一个叫,merge,我要把所有的这个summary,呢,把它合并在一起,把它打包,然后放到我这个summarywriter上面,然后这叫merge,就是,呃,合并, 打包好了以后呢,我们run initial variable,然后再full,我们开始真正的训练它,1000步好了,训练它1000次,到了这一步呢,你就知道我们以前讲过,这是在干什么,这是在传入我们的这个,呃,data,然后让它一步一步的训练,啊,我直接copy, x,x,xs对应的xdata,yx对应的ydata,然后用它们这些data来训练,然后每隔上,嗯,隔上50步,我就记录一下,我就记录一下,记录一下,记录什么呢,记录我的一个result,等于session.run,同样也是要run,我们这个merge的呢,它也是要备, 可以run的,那它只有在run的时候呢,才真正发挥了它的作用,然后feed data,feed dictionary,也是用这个来feed进去,嗯,然后merge的summary呢,它这个,它,它返回来是一个summary,然后summary就是这个result,然后我们要把这个result呢, 啊,嗯,放进我们的这个writer里面,就是writer.add summary result i,这个i呢,是它记录的它的这个步数,比如说我50步的话,你看这里,它是每隔50步记一个点,每隔50步记一个点,50步一个点,50步一个点的这种数据形式,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run一下,应该没有什么,哦,bias,哪边的,这边的bias,我们要稍等一下,它正在运行,好,它运行完了,我们,我们像上回一样,从这个,呃,terminal里面呢,打开我们所记录的这个文件, 我们的文件,我们的文件在,这个呢,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summary的文件,它在我桌面的lux里面,所以呢,我要运行,我要把我的这个根目录呢,放在我的desktop,然后呢,我再运行tensorboard,然后这个代码一直找到我的这一个,放我的summary的这个目录,然后运行它, 我再把这一个链接复制过来,放在我的浏览器里面,你看,这边我放在我的浏览器里面,运行,它的event呢,做出来我的summary,这个lux的summary,我们再来回顾一下,这个lux的summary呢,就是在,呃,在哪呢,在,真的看起来很乱呢,就是在这边,tf.sc, scalarsummary,然后你给它命名是lux,然后它真正传进去的值呢,也是lux,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在我的event这里面记录呢,那我就是用scalarsummary,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在这个histogram里面记录呢,你就要把它放在这边,tf.histogram的summary,这是两种不同的summary的记录方式, 然后这里面会就,就会显示我的这个bios,bios的变化情况,它的颜色深的地方呢,是它,是它的值,它,它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值呢,是比较多的,它颜色越浅的地方呢,就是说它,它的值呢,呃,它,它的值的个数就越少, 好,那个bios和waves,它又不仅仅只有一个bios和waves,它有很多个,所以呢,它是一个,呃,概率分布的一种形式,向我们表达出来,第二层呢,它才有所不一样,那我们这个bios呢,它第二层只有一个, 然后你之后呢,可以观看,来看看这个我的神经网络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啊,然后我怎么去改进我的神经网络,让它更快的学到东西,那这就是我们用这个tensorboard的主要目的,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,呃,使用tensorboard去观看可视化我们神经网络,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运行结果,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,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这个频道, 我会有更多关于,呃,tensorflow啊,或者python的基础学习,谢谢大家,拜拜!